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原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麻煩你和我們分享一系列兒童成長之中 我們如何使用同類療法幫助他們處理 我們一般來說 了解小朋友除了身體無病以外 有時候小朋友的不同的個性也有別 不是每個小朋友出來的個性也一樣 我知道在同類療法中可以從小朋友的不同的個性 可以找到一些療者配合他們的體質方面 從而可以提升他們的健康狀況 可以這樣做嗎 是的 這是很實用的 始終每個小朋友都有情緒的表達和精神狀態的表達 不只是身體上簡單的冒病 如果我們能夠在這方面認識有關療劑 配療劑是很方便的 我和大家分享不同的小朋友不同的精神狀態 第一個療劑我和大家介紹的 叫做Suea Occidentalis Suea 是側拍 側拍這個療劑 通常我們用的是一些問題是因為打了疫苗 Suea Occidentalis 平時很好的 突然之間打了疫苗之後出現了不同的症狀 所以這也是自閉症的常用得著的療劑 因為很多時候家長都會察覺 平時有紀錄的Suea Occidentalis 行為和表現 突然之間打了Suea Occidentalis 後 Suea Occidentalis 改了或者倒退了 整個人的精神 腦袋的能力跌得很厲害 或者性格變了 很多人會想到是因為打針的問題 疫苗的問題 就想到主要的是Suea的療劑 Suea的療劑 因為人的性格 小朋友通常都是靜點 內斂點 很喜歡獨處 不是很合群合群的 有時候說話可能會說得慢 可能會用初詞 對自我的形象都比較差 可能會覺得自己不好看 哭不漂亮 有時候他都不喜歡照鏡 有這種情況 情緒比較敏感 有時候聽到音樂會令他哭哭 或者有些人激動起來 震震 如果跟他聊天 他會一直流淚 一直哭 你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小朋友的情況 很多時候都很怕陌生人 看到陌生人來 整個人都會震震 也不太相信人 好像覺得有些事情不告訴別人 怕人陷害他 怕人會發現他有某些秘密 有時候大家可能有機會察覺得到 這個小朋友為什麼這麼有趣 不是一般小朋友 很害怕、疑心、顧忌 音樂特別是比較敏感的 這就是執拍精神、情緒的狀態 另一種就是輪 輪的小朋友通常都是很興奮 很容易興奮 輪是一種容易燃燒 好像光殘殘地爆發 輪的性格也是 光殘殘、發糧 很容易爆發出來的 但輪的小朋友通常都很緊張 很不安 尤其是對行雷閃電 很影響 而且輪的小朋友通常都很興奮 如果家裡有计划 下個月就要去迪士尼 小朋友一直都很興奮 睡不著睡覺 這就是輪型 通常高高瘦瘦 眼睫毛長長 另一種就是白頭翁 Parsatela Parsatela的小朋友通常很容易哭泣 在黃昏很怕一个人獨處 很需要人陪 很多人要人親吻 要人陪着他 要人安慰 其实很多小朋友 都有不同的情况 尤其是病患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这种性格 要粘着他 一路哭哭哭哭哭 这个就是Parsatela 有时候可能会发烧 耳朵冲烟炎 都会看到这个 如果看到这个性格 记住想到这个是白头翁 另外一种是Debeculinum Debeculinum 即是肺炉 肺炉的小朋友通常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是过度会弱点 通常会很过度会弱点 而且很怕动物 尤其是狗那些 特别很怕的 另外一种是Stramonium 是曼陀罗 曼陀罗 很多时候我们医疑 一些精神病症状 特别很害怕 很明显的恐惧 好像自己在一个森林里迷失 这种感觉 曼陀罗通常有些残酷性格 很骚髒 很暴力 但又怕狗 但也很多时候很喜欢偷东西 有偷东西的习惯 喜欢吃指甲 这种精神状态 很威风 很漂亮 但内心有种信心差 有些自卑 但不想让人知道 通常这些小朋友有时候 就会出现毒舌障碍 有毒舌障碍 早上起床的时候 可能有些不开心 石虫的食品 通常是干主要的尿剂 比较高高瘦瘦 下身肥肥 接下来是丐 丐型 丐型的食品 多就是典型肥肥白白 通常是很谨慎的性格 很怕事 看到新的环境 会观察久一点 看定些才去 不会像轮型的食品 就会冲一下 很兴奋 开型是很谨慎的小朋友 平时喜欢吃鸡蛋 很容易出汗 但精神状态 通常都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接下来是飞燕草 飞燕草的小朋友 通常都是被冲 有种不开心的压迫的愤怒 可能他受到一些委屈 有些人可能对他一样 但他又不敢说出来 他会冲在这里 所以有时会突然会哭起来 有些情绪会爆炸出来 这就是飞燕草的症状 Cilica Cilicia Terra 那个植子 通常是顾湿一点 头大大 但身体比较散弱 有很多汗 但顾湿得很难哄到他 他要做事就要他坚持做 但做事就要想事慢一点 也很多时候因为打针出来 导致的问题 所以遇到打针 令到小朋友的体质改了 我们除了执白这个疗犀 另外一种是脊 也是一个疗犀 另外一种就是炎 Nature Muriaticum 炎的身份在精神状态 通常会发现他们很安静 小时候可能说话比较慢一点 平时很安静 不多出声 有些不开心的东西都收起来 不容易哭 看上去就觉得 这个嬸仔小时很乖 很大人的感觉 小时候已经懂得照顾什么 小时候就像大型一样 另外一个精神的症状 就是Opium 鸦片 鸦片的精神状态 很多时候 那个嬸仔很喜欢偷东西 很喜欢说大话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真的做了这些事情 这个就是鸦片型的症状状态 另外一种就是Floric Acid Floricum Acidum 是氢忽酸 这些嬸仔通常都是比较似的 很残酷 对很多东西都是不抽不理 和虾虾巴巴的 Floricum Acidum 有时候会遇到这些症状 另外一种是Tarantula hispanica 西班牙狼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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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过度活跃的 很喜欢跳舞 一听到音乐 它就会定起来 平时可能是失控 乱搞事 冲冲撞撞撞 但是一听到音乐 它就会回慢 这是西班牙狼蜘蛛的精神症状 另外一种是Berita Carbonicum 是炭酸胚 炭酸胚的嬸仔 很典型我们形容 好像唐侍症后的嬸仔 很害臭 很弱 看到有陌生人 它就会躲起了妈妈的脚下 通常是很小 有点磁顿的状态 最后介绍就是硫黄 硫黄的嬸仔 通常是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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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收蝙蜀 很多东西都蜜蜜蜜蜜 什么都忘记了 做事都是按自己主义的 通常是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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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 所以有时照顾一个小朋友,我们现在分享这些 虽然说是小朋友遇到的,但有时遇到朋友和家人已经成年 都有这些相类似的问题,尿剂一样可以适合用 除了身体的毛病,有时在情绪上的毛病,在用同类疗法方面的处理更为恰当 亦很快看到一个成效,如果配合得适合疗剂 所以家中要常备一些疗剂,陆创意亦准备一些套装 有个人的护理或急救上的疗剂 可以帮大家及早处理这些问题,不会错过任何治疗黄金期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各位如果有急切性问题,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查询有关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发愈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袁医生,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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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